对 所以我还发现 什么业绩很好的 网红或是部落客 居然 这样很多 我必须承认 就是这样真的 蛮能够产出的 最近很红的那个MBIT 对 跟人类图 你有任何就是 跟心向 占星可以对应的地方吗 占星学是几千年的学问嘛 有学过人类图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它是一个结合占星 卡巴拉 麦伦 所以本来它里面 就有占星的东西 我会不会讲太严肃啊 我觉得刚刚好 嗯 好好好 那 这样讲我就 先相信你好了 哈哈哈哈 就是你的周末都怎么过的 然后有怎么样 好好过周末的tips跟方法 主要有两个啦 一个就是 我会给自己一段 空闲的时间 看书放空 另外一个就是 我会陪伴家人 因为我觉得 我们什么事情 要做得很成功很完美 真的都很需要 家人的支持 因为有一种安顿的感觉 你好 你这个周末要干嘛 如何像法国女人一样 宠爱自己呢 要陪你一起享受 每一个珍贵品客 好好过周末 欢迎收听 L Weekend 我的法式周末 大家好 我是Stanley 今天很开心 邀请到苏菲亚老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很开心的能够上 Stanley的节目 这个节目的主题是法式 老师是不是有点 刷一下 觉得法式跟占星的关系 到底有什么样的连结 对其实我们自己学占星 当然不会特别说是一定要法式 那当然会历史上有很多的一些 有名的占星师 当然也可能是法国人 但不会说特别是因为法国而去谈占星 所以这集的节目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我们做过一些调查 发现百分之七十的法国年轻人 其实还蛮爱占星跟命理的 我可以问一下年轻人大概几岁吗 我猜昂得三十五吧 就是二十几 了解 然后像我们关注的一些精品品 他们其实或时尚人士 他们其实也 他们讲讲蛮迷信的 然后他们也很愿意 就是比如说以前的一个精品龙头 请萨门来在这个秀前 因为要下雨了 然后又要运务是户外的时候 他就请他来做这个做法 就是做一些仪式 就跟请天娃娃的概念是一样 烧乌龟之类的 然后听说感觉还蛮有成效的 所以就是感觉 因为巴黎是时尚制度嘛 然后今年就是除了时尚制度之外 今年就是一百年后 奥运又终于回到巴黎居兴 就是在一百年前 他们生活来到了第二次 所以今年全球的焦点眼球 也都会回到巴黎法国 所以然后L呢 各式一本 来自于法国的 就是他留着法国协议的一本杂志 所以我们觉得 今天一定要谈法式这个主题 没问题啊 那我们接下来 在除了这个Podcast节目之外 我们也会有实体活动 在十月 会做一个盛大的weekend的展开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 真的耶 十月很忙 很多节日 然后又有这活动 超级忙 超级期待 对 而且又不会那么热 对对 天气会刚刚好 在星相学或是整个周期来说 十二个月里面 十月代表什么样子的情景 跟这个场景是什么 因为十月通常都是 我们所谓天平座 天圣座 或是天蝎座出生的时间 所以这个季节本来就是秋天 比较冷静 所以理论上就是 这个时间点出生的人 或办的事情 相对来讲都有一种 冷静一点的感 是优雅的感觉吗 有优雅 也有一种 就是再怎么样欢闹 但是还是要回到一种 比较平衡 比较冷静 不会像我们这种 母羊座就哈哈 笑很大声 他可能就会有一种 比较优雅的 微笑感 或是幽默 那这不就是很法国吗 对啊 因为其实干嘛笑 你讲的其他国家才奇怪呢 对对对 我觉得十月很发是很OK 因为我们都觉得 法国人天生就是有一种 自带自信自在 然后很懂生活 然后又很浪漫的 这种迷人魅力 觉得很羡慕 但台湾人感觉就会 不知道那个东西 要从何而来 然后到底能怎么样 才可以像他们一样 这么就是 afflessly的活着 或是工作 或干嘛聊天 或是谈心做 或是过周末 对 那丹心啊 或是明这一块 也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 就台湾年轻人 蛮喜欢的事情 那最近很红的那个 MBIT 对对对 跟人类图 我不知道这个对老师来讲 是不是有 你有任何就是 跟心向 丹心可以对应的地方吗 还是他们 归他们的 就是不同系统 丹心学是几千年的学问嘛 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 远远流长 而且融合很多 就是可能 包括了人类集体的意识 或是一个观察天象 天文的东西 那有学过人类图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他是一个结合 占星 卡巴拉 麦伦 易经的系统 所以本来他里面 就有占星的东西 其实他这个 当初设计者 他是参考了 荣格1921年 发表的心理类型的书 来做的 那荣格他自己本身 就是一个 对于占星学 有深刻研究的 一个心理学家 他妈妈家族 是有灵媒体质的 的背景 然后爸爸是 牧师的这种背景 然后他是一个心理学家 所以他自己本身就 就透过很多的 不管是科学 或非科学的 类型的研究去 加上他自己个人 观察的经验 去整合一些东西 所以像个性 简单来讲 分为四类 就是我们所谓感官类 对 Sensing 那所以这个是在 NBIT里面的一类 然后呢 Intuition 直觉 另外一个就是 Thinking 还有一个就是 Filling 那这四个就是 对应风火水土 直觉就是火象 然后呢 这个感官就是土象 土象 然后那个 Thinking 思考呢 就是风象 然后呢 那个 那个Filling 就是水象 所以其实你光是 看这四项 他就是在这个 那个我们那四个数字 里面有两项 就中间那两个 就是在讲风火水土 你说 比如ENTP的 然后第一个字呢 是E或I嘛 就是 Etraversion 外象 然后另外是 Introversion 内象 这两个其实在 荣格去对应 占星学 就在讲的是 阳性星座 或是阴性星座 阳性星座 就是火象跟风象 就是这类型的人 能量都是往外发的 好无聊哦 我们去喝酒啊 唱歌啊 就是要出去玩 要表现出来的 就是我有发现 充电的场所 在外或在内 决定了你的I或E I的话呢 就是土象或水象 他们可能就比较 内裂 喜欢在家 或跟好朋友 或是自己一个人 然后就觉得 有休息到 有充电到 对 可是像我如果 待在家里一整天 我会觉得好depressing 然后就觉得 很厌世 我反而不能一直在家里 我每天都要出门 包括7-11 也是 至少要走出家门 然后到项口7-11 就是晃一下 不买东西都可以 再来第二类就是 那个intuition 或者是那个sensing 那你跟我一样 所以我们 第二类就在讲的是 你是火象 或是土象特质的那种 去对于 一个资料收集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判断 所以它是比较 要看到实际的 那有些人是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 这种灵感跟直觉 然后第三个字 他在讲的是 嘴向跟风向 Thinking 你是怎么去处理 这个这些资料 你就思考的 还是你是用感觉的 对不对 那最后一个 当然是有差别 所以其实 那四个字 就16人格的这个部分 它是跟 占星学 是有连结的 老师分析的好 精辟 就是 把他整个串联在一起 它其实是相同的 可以用同样一个 整个框架去理解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 它就比较简单 大家可能在 测验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了解自己 但16型 对 听说它会改变 就是 你三年前做跟 后来 他这个行为模式 决策模式 可能会改 有所不同 其实会 因为其实我们人是 可星座不会 星座就不会 其实也会 也会 像我最近才 才完成一个课 叫次线 次线在讲的就是 我们人会在不同的阶段 会有不同的演化状态 有点像是我们有三魂七魄 你有一个本魂 本尊 但你每年或每个状态 会有不同的一个 一个演化的你 跟这个本尊在一起合作 OK 对对对 所以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对啊 那有没有特别有趣的人物 或是这个产业 某一个产业的重要的人物 来找你 崭新为了他们想要 他们需要做一些决策 重大决策的时候 就假设以产业工作来讲啦 最多找你 做投资 做投资的 或者是厂指 但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很有趣 就曾经有一家公司来问我 他的意思是说 他们在那个捷运站 开了很多的分店 然后但是呢 他们开了分店之后 业绩没有上来 然后就问我说 怎么回事 对不对 是蛋糕吗 不能跟你讲 我觉得蛋糕超惨 但是呢 后来他 那我就说 不然就好你 你不要给我名字 就给我你的那些 店员们的生日 几月几号生就好了 然后我就很有趣的 就是呢 他给我的那个生日 一逗起来呢 几乎都是固定星座 青牛啊 狮子啊 水瓶 水瓶 固定不是属于 OKOK固定星座 固定星座是怎么样呢 固定星座就是 不轻易进入一件事情 他也不轻易离开 嗯 所以这些店员呢 都超级认真的 在他的店门口 就在那边等客人 可是他今天 为什么要开那个 捷运站的新店 是他想要招揽新客人 流动客很多 那这种固定星座的人 是很适合做什么 你知道吗 VIP 就白客户 侍奉很好 本来客户只花100万 今年因为你的服务 花500万 这个固定星座就厉害 可是他今天是要 增加新客人 那你的固定星座 都在那边 就不会像我们白羊 做这种开创新座 那么不要脸 我可能就会跑去外面 找人有没有 对拉人进来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说因为你找的人啊 都是固定星座 你可能要找一点 那个基本星座 白羊啊巨蟹啊 摩吉天秤座 就是会去主动开创 因为这很无聊嘛 你就没有生意 他会愿意去拉人 跟人家简讲话的 或者是说 变动星座也可以 就是可能看某些人 可能不小心 眼睛的余光灰到 你就跑过去 对不对 那这种比较变动 或者能够开创的 他才能带来新客户 所以我觉得光是 看员工的那个星座 我就觉得 他们整体有一种 整体的氛围 所以业绩 业绩不是 其实不能说 他们没有做好 而是他们的特质 就是不适合开创 他们其实也能够 帮公司增加 营业额跟业绩 只是区块不一样 然后客人今天说 我想看一下这个产品 他们一定会服务的很好 然后拿很多给你看 可是今天如果是没有人来 他们就不会轻易的走出去 我之前有一个工作 也是媒体工作 然后我上班第一天 就被老板叫到办公室 然后他说你是怎么做的 做那个就是资料建档 对就是太阳月亮上升 这样子 我觉得这跟老板的个性 有很大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像我们火象 会比较粗心 那可是有时候创意 就不能太精准 或是说可能创意都在想 讲得太好了 不见得会执行嘛 我们跟大家都讲很多话 谁去挂铃铛 可能你知道我 像我做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当部落客 我们都以为是风向星座 双子啊 天平啊 或者是水瓶座 都很多 因为他们是风向嘛 爱讲话 会是很棒的部落客 我就发现不对 很多赚大钱的部落客 都是土象 金牛处女摩羯 为什么 因为你要一只鞋啊 因为你要一只鞋 才会有成果 要固定产出 对 可是可能风向的人 然后很多想法 可是他可能写两个 就啊 算了 那可能要装人组 就是一个风向 搭配一个火象 对 所以我还发现 什么业绩很好的 网红或是部落客 居然土象很多 当然可能跟那阵子的 运势有关 可是我必须承认 就是土象真的 蛮能够产出的 可以稳定产出 然后维持这个 固定quality 没错 那我要去找一个土象 我看好多那个老板 虽然是火象风向 但他们都会找那种 土象当秘书 哦那对 要是我也找土象当秘书 我觉得因为他们很可靠嘛 对 然后很可以交付任务 对啊 诶刚刚讲到那个 很多配对 星座配对的问题 比如说工作的配对 那感情配对 你在老师心中 那一些感 那个星座配对 是最 最 理想吸引人 觉得说啊 真的是配得好好 然后 大家光是跟他们在一起 就觉得很开心 的星座 组合 嗯 因为其实啊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就是在帮人做咨询的 所以我们平常不会只看 一个星座 那现在大家比较理解 都是太阳星座 对 所以简单来讲 如果彼此的 比如说你的太阳星座 是某个星座 那对方的月亮星座 跟你是一致的时候 看起来相处是蛮愉快的 这是第一点 那当然传统上你会发现 我们都会说 火象配火象啊 风象配风象啊 土象这种 风火水土各自搭配很好 可是 真实世界里面 你会发现 太阳星座往往都是 各种都有配 那我会觉得 有比较有趣的就是 比方说火配风 都是阳性星座 但是呢 又有点不同 因为不同才能够有趣 嗯 比方说你看那个 徐伟宁 他是诗座 然后秋泽是 这个天秤座 天秤座 火配风 就感觉 蛮不错的啊 风风火火 就是 因为都是阳性 可是有点差异 这样子才会有一点冲撞 不然太像 有的时候会 也不是不行 没有火花 我觉得后来你会发现 当夫妻 或当很久情人的人 往往都是一个活泼 一个安静 很多都是这样 因为太像的人 有的时候在一起就久了 就觉得没意思 嗯 不代表没有 还是有啦 但是就是 我觉得 有这种感觉 就是互补也不错 对 应该是吸引 因为你知道 恋爱跟婚姻都需要 冲动 你没有刺激 不会进去 嗯 进去稳定做 才会发现 问题所在 可是 那婚姻呢 婚姻是 我们还是会看 两个人的命盘的 和 契合度 哦 很多条件 比方说 彼此 能够相处 彼此的盘都 很像对方 命盘中 所写现出来的 Mr. Right 或是Mr. Right 那是一个比较 深刻的技术 嗯 但是我觉得 比较简单的来看的话 我觉得 如果双方的 太阳跟月亮星座 月亮跟金星星座 是一致的 或是 都在风火水土的 生活会比较愉快 因为 嗯 有的时候 你想看浪漫喜剧 对方要看恐怖推理 你不就觉得 我累了半天 为什么不能看一个 浪漫喜剧 对不对 对 那有的时候 你就是需要那种 要有一个痛调式一致 才能够有连结 因为通常双方 不一定在同一个公司 或环境工作嘛 对啊 法式周末 法式weekend 就是说 我们要好好的 把握这两天 然后好好存在自己 好好为自己充电 或是好好存在你身边的人 嗯 然后不会很虚度 就是这两天啊 其实我常常问朋友说 哎你上个礼拜 周末在干嘛 就是都得不到一个 满意的答案 像法国人有时候 可能周末就是在 河边 拿一杯咖啡 看一本书 看两天 你觉得他有趣 会兴奋吗 可能是需要塞纳盒吧 哈哈哈哈 但如果淡水盒 可能就没办法 哈哈 我觉得 就是 第一个是 要真的是 放空放松 像我自己 虽然是 做占心或命理的 我就是 工作完之后 我就放下 所以常常会很多 客户来问我 老师我上次跟你讲什么 我都不记得 我真的就是 做完之后 我就全部放下 我会回到我的角色去 过我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就你很有意思的区隔 就是说 现在是工作的时间 然后我工作完 我就是我生活的时间 我生活的时间是 不想要 再分心去 就是 花心思 或是 在 比如说处理工作的事情 或是 还在想说 工作怎么样 什么之类的 对啊 因为我觉得 我们走 命理这条路 或加益心这条路 当初不就是要 让自己快乐跟幸福 是啊 那怎么可以 背道的词呢 就是我做 这件事情 是我的工作 可是我 他只是要帮助我 让我的生活 或是 心灵更快乐 更幸福 所以我觉得 该回到个人 这个落地的生活 还是蛮重要 那老师是怎么样 开始做担心者 你刚刚讲说 我其实本来 是在科技业 然后呢 我就 对这方面很有兴趣 然后呢 因为你知道 就是女生 也不仅女生 男生也可能 就是对这个担心 在年轻时候 最热衷的是 因为恋爱嘛 对 大部分都是 对啊 那所以这个 我就 因为恋爱的关系 就整个恋爱 然后就开始 写这个部落格 然后那时候 只是一个兴趣 后来就有趣的 就是写了部落格 一年还不到一年后吧 就有人来留言给我 他说 你可以帮我看命牌吗 我给你钱 然后我就想 看命牌可以收钱 就你知道写到 一定的专业程度 他发现 这个人 好像很会看哦 我觉得我不会是 一开始就是我要靠这赚钱 但是因为有人就是 有一个需求 市场有个需求出来 然后我就说好啊 试试看 就试试看 然后就慢慢从 这个兼职变成正职 然后就一路 这样可以透露 我2006年开始写部落格 然后2007年开始 接我第一个案子 所以到现在 对啊 差不多 很可怕 很可怕耶 就一路就要一直坚持 我看你讲很小声 因为我实在坚持 做18年的事情 也是蛮表示 对啊 就是有一个 一个执着 还有喜欢 喜欢 对对对 你在就是周末 或是放松的时候 会看书 那老师今天是不是 有带一些书来 对 也是可以 跟大家分享 就是因为其实 赞星就是 他的目的其实 就是要更了解自己嘛 或是探索可能性 那我觉得对很多来讲 Task是一个工具 了解 然后工具书也是 书本也是一个工具吧 对其实你知道很尴尬的是啊 我现在其实买书 大部分都买电子书 我也是 对因为省空间 没错 而且细带方便 你随时要看 你就可以立刻买到那边出来看 但是因为今天要来录这个节目 我就很认真在我的书柜上找书 然后我想说完了完了 我是不是应该带漫画来呢 但是我就带几本书 是我觉得对我来讲蛮重要 因为我是这样子 我每年都会捐书 所以代表说 每次买进来的书 我每年都会再重复看 然后淘汰 然后最最后留下来的 都是我觉得它是有用 或有意义的 那有些好书的确是不错 可是我可能觉得说 我已经知道了 吸收到了 你吸收了 需要留 就卷出去 让它在外面留 所以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很无聊的书 好期待 来老师的那个书柜开箱 其实像第一本呢 是有 它其实有三本 那它这个占星诗是美国 我觉得它是叫演化占星学 它叫做史蒂芬 弗瑞斯特的 这是桑州出版的 那它的书其实比较是像刚才的问题是 它会给大家比较乐观的方向 嗯 其实现在占星学有两个派系 不能分国内或国外 一个是叫做心理占星 就是比较偏向心理学 希望能够抚慰人心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 开创你的潜力 不要执着于好与不好 它的理论背景是回到荣格吗 因为你说心理 因为它有结合心理学 就詹学从融入心理学的角度去看 这个命盘 OK 所以它重点就不是在于 一定要准确什么事情 你说运势的准确预测 这个就是不是重点 它可能会带到一个方向 对 比方说你像今天有人问我 不是说最近什么星座运势不好 它可能会讲 可能哪些星座不好 但是它可能是个课题 可能它给你一个意义 去启发你去面对这件事情 心理派的心占星 对 那它这个老师 我觉得它算是比较偏向心理 但它又再融入一点点灵魂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很多的问题跟挑战 是帮助我们演化成长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会觉得还不错 那另外一个派别就是预测 就是说我要预测我今年好不好 会不会结婚 会不会工作可以换得成功 那那个就是一般我们传统的命理会去看的 那其实西洋占星也有 只是说 不是现在大家那么主要去关注的部分 因为大家都还是希望好还要更好 不好可以变好 那你去听到自己比较不好的部分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 我必须这么说 但他们听到不好的部分 可以透过心理派别的这个理论或结构来优化 他的这个 就看每个詹音师的解释了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 像公司到来本来好了 他们要的就是很标准的答案 我这个投资案要不要投资 你不要告诉我说 你可以投资哦 你可以不投资哦 你投资也很好哦 你投资也不好哦 你懂吗 就算你亏了钱也没关系哦 我想他们要的不是这个答案 有些答案他们是希望是帮助做决策的 或者有些人他是希望趋吉避凶 避免做这个选择错误 比方说有些人他又问了 我说老师我跟这女生有没有缘分 那我就说那你们认识的程度怎么样 没有就只是朋友 我说你们只是刚认识的朋友就来合盘哦 对啊 因为我想知道我要不要浪费时间在这女生身上 降低选择成本或时间成本 有些人他是想要这样 那之后你跟他讲说 你交往也很好哦 可以了解一个人失败也没关系哦 这就不是他要的答案啊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是看个性 OK 就你的个性是什么 你就会去选择 选择什么样子的派别 对 去深入 对那我觉得詹欣本身是个工具 就是我们还是要以人自己为主 他是我们的 不能把他变成我们的主人 我们才是他的主人 对 然后呢 我自己虽然是以詹欣为主打啦 但其实我自己私底下东西方都有学 所以你老师选修课也蛮多的 因为我们帮客户服务的时候 就是帮客户达到结果嘛 对 做决策 那他管理是用到什么样的工具 嗯 途径也很 各种都可以 对 那我自己有学风水跟易卦 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一本 就是白话易经的讲座 嗯 那不然有时候念完书就是我们机会补卦嘛 我可能就是今天有一个心情或想法 我就补一卦 然后就来翻一翻看一看 哈哈哈哈 听起来 我觉得很很发誓 就好了 我先来把这个什么 摊开来看一下这个卦的结果是怎么样 我可以决定我今天要去约会 还是我今天要 我没有做决策 我只是纯粹就是看 那我觉得一般人即便你看漫画 看电子书 看杂志 像很多杂志也做的蛮好的 像你们 里面可能介绍很多东西嘛 其实我觉得都是耶 因为现在知识已经没有 嗯 局限在 也没有局限时代 对 那我们会看这是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有教学啊 对 然后我们自己要写作嘛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 不知道 可能不太适合大家的部分 但是一定会有 读者或是观众也有兴趣 真的找来看的 我相信一定会有 就看大家的问题 而且它是涵盖 易经塔罗 跟占星 对对 就是刚好我带的这几本 对对对 然后 那我觉得哲青老师写的这本也不错 但他这本就是在 也在里面有讲到占星 跟他自己学 曾经学过占星的经验 叫做 星空引游 我觉得蛮有趣 而且还有他的 专长就是包括了历史跟艺术 对 对 那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但是 还有他看世界的眼光啊 对 那这些书我觉得 大家就是一个假日 看一篇章 看几页就够了 这才法式啊 因为法国人在哪边 就是可以拿一本书 去看 没有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我们才是主人 他们为我们所用 懂 今天他就是来娱乐我 让我长知识的 但是你不要为了说 读不完而焦虑 就是因为现在知识太爆炸了 那这几个月 有没有什么星座特别 就是特别好 特别旺 或是特别顺的 七八九十 对不对 其实这四个月 比较尴尬一点点 就是 其实我们看整个形象啊 今年的上半年 甚至到七月初 是一个震荡变化很多 但是整体有一种 比较顺畅的成长的趋势 但是反而到了八月以后 变化震荡阻碍 挑战就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 这一个节目好处就是 可以给大家一个机会 停下来 停下脚步 休息一下 嗯 然后充电一下 不要那么急 不顺就不顺 我觉得是这样 没关系 那像八月最著名的 就是什么 就水逆嘛 一年三次水逆 那水逆基本上就是说 事情比较好 是多么 比方说你本来想买个房子 你月初想要买A 搞不好你月底水逆过 你想买B 或是不买了 这过程中间 会有很多的变数嘛 那所以八月本来就是一个 观察调整的时刻 所以我觉得 就很适合听 八个开始跟休息啊 你不要急做决定 嗯嗯 沉淀一下 对 想一下 对没错 那九月就要开学了嘛 对 很多小朋友很紧张 还会是工作 那九月跟十月以后的心象 就比较多的挑战压力 会有一种竞争跟战斗的现象 比方说年底快到了 业绩还没做到 还差多少 什么活动还没办 要办好 而且年底通常都是要准备 像我明年的运势预测 可能你们公司有很多 嗯 要办的活动 所以第四季 这样忙 忙 可是第四季的心象就是 可能各方人马又会有不同的意见 容易 有需要协调或者是说 怎么样去主导的现象 但这个是每年的第四季都这样吗 还是就for今年特别 今年是这样 那不见每年都一样 对对对 那老师怎么看2025比今年还要好吗 会吗 我们是不觉得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你如果二分法好或不好 我觉得是不好 懂 就是可能要更努力 你要比较 应该不是努力 是说 我们现在主的环境是一直在变动的 是 我们刚好就在2020到2026 2027这段时间 这段期间我们就好像那个 毛毛虫或蛇在脱皮 但2027就脱完了 就在脱皮 就怎么知道在改 那你会觉得好像你的运势只是一年 不是 他这个期间 所有事情都在变 都在转变 一节一节转变 好像齿轮 一个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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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没有动动完 所以呢 当这个震荡很多的时候 那大家就不安 因为人是喜欢可以预期的 对 然后可以稳定累积的 那有个变化 你今天学的东西 下次要学新的 你就觉得恐惧啊 对不对 未知 对 不懂 这样子 对 那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理想的 那你如果是喜欢变动的人 就是你讨厌现状 你觉得一切都可以推翻 再来的话 搞不好你会觉得 挺不错的 那另外一个是我自己 有在玩那个语言软体 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是 发现有个朋友 他的法文变得很好 然后我就说 突然变很好 对 而且是法文 然后我就说 你的法文是你 法国男友教你的吗 然后他就说不是 他说是那个软体 然后就玩 然后因为我直指他 要 我直指是踢足球的 然后他今年年中 下个月要去西班牙踢球 所以我就在玩西班牙文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 学一些新东西 真的会刺激 因为每一个东西的 让你可以 刺激到你的东西 是不一样 像我学跳舞也是一样 因为每几堂课 就要换一首歌 然后我的老师 就是两千年出生的 当然就一听就知道 跟我的年纪上很多 可是我很享受 跟他一起上课 因为他每次告诉我说 最近什么很红 然后我们来跳这首好不好 然后因为现在的 那个流行舞 跟一般以前 我们学的舞蹈 又不太一样 他像韩国女团 那那个重心的切换很快 左跳右跳 然后马上要接每个动作 而且韩国女团的舞 如果你这个礼拜不学起来 不跳给人家看 两个礼拜后就是旧的 好在我是老人 所以我现在跳起来 我的朋友还是觉得 还是新的 但他的速度太快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并不是每天 都在跳舞嘛 我们只是偶尔 一个礼拜跳一次 可是我觉得 你会发现 怎么自己的手跟脑跟眼睛 要去连接起来 又不太一样 就是我觉得每一件事情 都在刺激我去发现 自己可能不足 或是还可以在更好的地方 那我觉得啦 这个是一个风向学习的时代 大家应该要尽可能的尝试 学习不一定是要当学霸 学习是为了让自己探索事情 那很多的知识理论 像我们学命理的 你不能只学命理哦 像我们解盘 为什么可以解得好 除了命理的基础以外 我们看的人 人际的事情多了 我们可能出国旅行 或看的事情是多的 当一个客户来问 我们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透过很多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 而不是一件事情 那其实我觉得张医师 他除了道德跟这个 专业知识的差别以外 很重要的是 他的生活视野 生活经验 对 他的生活经验不好 他就说 这个就是 这个什么 可能不忘夫 然后没小孩就是命苦 他的经验就那样 带不出一些新的观点 或是新的 因为他的生活 就是在封闭的世界 我觉得命理要超越 你要超越 过去的 所谓的不好的命 或怎么样 其实很重要的是什么 你要学习 要用不同角度 在亚洲社会 看起来好像是个 命苦的事情 可能在欧美不是啊 一旦你看过全世界 就觉得这怎么是命苦呢 你懂吗 所以我觉得其实 生活的体验 法式的体验 很重要就是要让我们超越 现状的不满 或是阻碍 或者困苦 然后让我们可能 发现新的机会 这样子 可以请老师分享一下 就是你的周末 都怎么过的 然后有怎么样 好好过周末的 tips跟方法 我周末 其实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啦 一个就是我会给自己一段空闲的时间 看书 放空 什么都不做 甚至我觉得在那边就是躺着晒太阳 睡觉也都OK 就是让自己的能量是休息的 恢复 另外一个就是我会陪伴家人 因为我觉得我们什么事情要做得很成功很完美 真的都很需要家人的支持 你会有一种安顿的感觉 所以这些事情是需要像娇花一样 要花时间的 所以陪伴家人逛街啊 买东西啊 看电视啊 这件事蛮重要 谢谢老师 这个很有哲理 也不是哲理 就是很透 我觉得很透彻的一个人生的安排 跟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 就要存钱啦 简单的讲就是存钱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在存 就是陪家人也是存 对啊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 有些工作很忙嘛 那你平常就存钱了 要有机会要存钱 那我另外有一个小tip 但我觉得那可能不是 就是我很喜欢走路 哦 散步吗 你会思考吗 像我有时候蛮喜欢坐捷运的 捷运的时候我都会走楼梯 可是捷运行啊 咱没有办法思考 就是不要思考啊 就要运动 就是走多久 因为我们工作有时候都会写东西 或是都坐着 对 那你没有办法有很多时间 我就喜欢走楼梯 就是手扶梯也是走的 然后楼梯都要走的 就是有楼梯就走 尽量走 不要不搭电梯 对 然后那走的时候就 在燃烧这个体脂肪 反正就很开心 那老师很fit 就是你是不是没有碰过 都是这么 就是 有控制 有控制 有在控制 其实很多 你要生活要简约 其实就是你要有纪律 你要fit 你穿什么才好看 对 要有纪律的生活 晚上不能乱大喝酒 不然可能脸肿 不你ok啦 年轻还ok 我们现在年纪不行了啊 因为以前可能今天喝完 明天觉得 整个恢复 现在不行 现在不行 对对对 今天就是很谢谢 苏菲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 然后我觉得提供了很多新的 看事情的想法 然后对战性也有不同的 切入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就其实很发誓精神 因为发誓就是 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然后找到一些小火花也好 然后把你的日常过得 巴黎过得很不一样 然后好好的 珍惜每一个就是我们有的片段 这样子 那今天很谢谢老师 来 谢谢 谢谢Stanley 我也很开心 然后最后呢 就是今天我们的 L Weekend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 那想知道更多的 节目相关讯息 可以关注 要的官方各频道 包括脸书 然后IG跟YouTube 还有Podcast 希望大家都喜欢这次的节目 然后请多多订阅 留言分享跟按赞 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浪漫 我们下次见